引导对于宗教、对于佛教重新看法 认真地来探讨、来学习 发现到佛经不但是高等哲学 而且是高等科学 学佛确确实实是富有 富有不在乎物质 它在精神 所以物质上纵然有财富 我们看到很多富而不落 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追求的是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都追求快乐 幸福美满 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生 如果人生为财富 为名利做努力 那是很不值得的 他夜深实际上是苦不堪言 他没有人生的录取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晓得精神、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 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放弃了所有一切物质相守 他快乐 他告诉我们 这个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那菩萨本身呢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就周到快乐 那再回头看看我们中国空老父子